飛球能不能形成德州安達 接得到接不到還不知道 所以他必須要先離開三壘壘包 因為這個球非常靠近內野的防區了 你看他是先離開 接到再回去才一定來不及 不過有一個疑問是 三壘本壘就這麼一段而有 那如果這個飛球 因為小破如果沒接到 那陳夢明一開始 如果在那三壘壘包的話 這樣陳夢明啟動來得及吧 他啟動是來得及 因為這是鋪接的 對 那就是陳夢明 為什麼一開始要離壘 因為這個球打出去的距離不是離壘 那他最後小破是鋪接的 但你沒有預測到 沒有辦法去預測到是鋪接 這個球說不定 他會認為小破很容易去接到 所以他必須要離壘 那也是正確 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跑壘 你千萬不要 球打到二壘的後方 你回去踩壘 那如果露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跑回來跑不回來 這個整個球的距離 三壘跑到遠 必須要做這個判斷 所以陳風明這個離壘是正確的 不應該去踩壘 所以這料請喝 因為我們是